一带一澳會引入100名內地學生來香港 不是內地學生,是一帶一路線的國家學生 有些是東亞,有些是歐洲 再講清楚一次,剛才幾位主持人都有呈聲 我們不是給內地的學生來 我們是給一帶一路線外國的學生來 因為香港的大學教養都比較特殊 我們進入課室裡,我們的課室裡的同學 大多數來自香港九龍和新界 其他的城市學生都不多 所以對一個高度開放和高度國際化城市的 青年人教育來說 讓他們在身邊,在同班裡 有少數的外國學生,這不是壞事 我們現在的事情報告出來之後 24小時不夠的時間 我們下去還需要有很多解釋說明工作 讓大家清楚知道,施政報告的願意是什麼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